大家好,这次是游戏废人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奥丁神判5月4号的更新内容 因为官方有公告刻印系统要下周才开放 所以这周只有简单的活动还有礼包而已 那我们就快速看过 首先活动的部分 装备成长资源任务,这个还蛮不错 因为全部解完可以拿到一颗未知结晶 那它的任务条件都不难 最高就只有需要强化武器防具到加6 还有饰品到加2 再加上它活动有两周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为了这个活动 现在去囤积强化石 因为不会需要用到那么多 你每天自己买金币的也够用 再来下一个活动就是之前有的村庄委托追加活动 那因为这些任务都很好解 只要直接打怪 那每天登录领完就可以直接开 算是可以轻松的补贴我们一些勋章 再来就是商城了 那商城的话我们直接看这里 我整理了一张CP纸表 从这里就可以比较直接看出来 首先阶段礼包的部分 因为它这次有多这个闪耀图腾 闪耀图腾这个收藏效果 还蛮不错的 有命中加2 所以 我个人是推荐 如果真的只买1格的话 就是把这4阶段买完 那右边的话我有算CP值 其实这次的礼包CP值都差不多 比较低点只有这个自霸弊章 因为它只能够选择弊章而已 如果可以选择所有的饰品的话 我可能还会考虑 买来评评看 但是50个都弊章的情况下 虽然我弊章只有加4啦 但上次花太多钱 所以这次要省一下 所以这次这个就不会买 那至于召唤礼包的部分 其实它的CP值算是 这次礼包里面比较高的 如果真的有打算想要抽的话 与其用钻石抽 不如买这个会稍微 比较划算一点点 比较特别的是最后一个 金币补给礼包 因为官方之前的金币包都非常的不划算 但是这次的金币补给礼包 却意外的是划算的 我这边的金币是用 1万金币价值一赚来算的 也就是等于是 一个银印记 0.6赚 那这样算出来还可以几乎打平的情况下 也就是如果你的伺服器的一个银印记 是超过0.6赚的 也就是0.7赚以上的话 你买这个礼包就划算 而且我是用金币补给箱 每一箱都只抽到10万来算 你只要开 超过10万一箱 30箱如果你一箱10万以上都没开到 那真的是碎到爆 你只要有开出一箱以上 其实就绝对不会亏 甚至像我们这种都市服 一个银印记要两赚的 买这个就是绝对划算 那可以买三包的情况下 像我自己本身可能就会考虑这个买三包 然后阶段礼包 四阶段买完 那剩下的就 再说了 大致上就这样 那这张表 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已经把CP值 还有一台币价值的CP算出来了 基本上来说只要 一台币CP值越高的 买就越划算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